有时候妥协也许是包装过的反抗 球们好 我是艾克赛斯用 欢迎收看师兄看球 今天来聊聊刚刚结束的西班牙公开赛 蓝丹决赛 丹麦安塞隆对阵 泰国昆拉伍特 安塞隆成名已久 这里就不多加介绍了 这个泰国小将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 十年四九岁 带着三个世青赛冠军出道 从2017年末进入成人赛 至今进步神速 世界排名已经来到第28名 是泰国的第三单 小特是一个非常有技术特点的球员 我们先来看三个合分的安利 安利第一局5比2 一开局双方提速形成对攻 防守上安略为占优 因为安能防出对角 小特只能跟随直线 接下来双方拉开 节奏上有所减缓 小特连续的掉上网 期间抓住了安的挡网 回挫出高质量进网球 安祈求 小特高高跃起 夹杀增掉得分 这个回合可以看出 小特的强攻对安威胁并不大 不过反反做得不错 高质量的接杀 把局面从被动打回中性 高质量的戳球 又把局面从中性变为主动 最后更是通过一个高质量的批调 让局面从主动变成得分 安利尔 第二局10比8 这是一个漫长的多拍较量 双方熬战41拍 最终以安滑倒丢分收尾 整个回合 小特后场没有一拍杀球 而安杀了五拍 正是这个零杀球策略 最终跑翻了安 在接杀的处理上 小特非常有目的性 以顶回头球和转对角为主 让安几乎没有舒服的杀上网连贯 拉掉环节更是充分利用场地的空间 以跑动换跑动耐心的相似 最终一个回头球晃翻了安 表面上安上龙在抱怨场地打滑 但值得留意的是小特手法上的停顿 这些小细节才是给安制造麻烦的关键 案例3 第三局4比3 安偷发开局 小特掉上网连贯 秀了一把反拍立向分球 直接得分 这三个案例都是以骗得分 即使面对世界排名第4的前辈 小特依然是一个敢于做技术动作的小将 潇洒是一种基因 流淌在每一代泰国天才球员的血液里 看完了得分案例 再来看三个小特丢分的案例 安01 低局11比7 一开局 小特抓头顶球下压 安防得很硬 快顶大对角 接着小特抽球过度 安借力转对角 小特起球 安下压连贯 形成抽打 安起球 小特收掉 安站得很稳 继续转对角 小特起球 安不击对角得分 这个回合 安打出了自己的速度优势 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 都把场上的节奏带得很快 让小特疲于跟随 没有打出很好的线路组织 反而是安结合直线转对角 和追身球 一步步积累优势 靠杀球突破了小特的粉色 安利尔 第一局5比3 一开局 小特软压控网 安跟得很稳 接着小特第二轮软压上网 改范围推 安难掉 小特第三轮软压控网 做出一个勾球变化 安一个跨步高挑化解 接下来攻防立转 换作安下压 攻了两轮 小特防得很好 反逼迫安起球 小特第四轮软压上网 推头顶 安抓推突击 小特顶正手底线 安凹高摆脱 接着小特第五轮杀上网 这一拍明显提速 安挡得也很快 小特不为起球 安难掉回头球得分 这个回合 攻防转换很快 双方都有不少进攻的机会 小特的下压 更多是为了上网连贯 没有给安造成直接的威胁 这既是小特的特点 也是小特的短板 在后场 小特很喜欢 扮猪吃老虎 假杀真调 骗对手 真的发力攻出去 反而被对手打了反击 在强攻方面缺乏速度 这里多提一个脚下的细节 对比 小特从头顶提速后上对角 脚下用了左右加一个小垫步 而同样的距离 安只需要左加右 步法上显得更加简洁 按第三 第二局 17比13 一开局 小特连续顶安 两底线 安拉开 小特软压连贯 继续顶两底线 安逐渐开始提速 小特借力 胆静往跨脚 接着安继续提速 小特倒地接杀转直线 安大对角上网 补位起球 这本是一个好机会 可惜匆忙中起身的小特杀球失误 可以看出 小特是一个手强攻弱的球员 没有绝对的速度去冲击对手 更多的是靠防反和相识 去消耗对手 暂于用跑动换跑动 摩托拍的确是突破安赛龙的一个好方法 让其反复的启动 对角线来回补位 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但安不是那种 云术和你摩多拍的球手 要想在多拍上做文章 你得先跟住 安赛龙的变速突击 这个回合还有一个细节 当小特通过防反 打出机会后 预判上有了错误 倒地起身后 下一次往前冲了一个声吻 然后再拉回来 导致杀球失误 总结起来 小特是一个很有技术特点的球员 往前细力多变 后场一致性出众 打球耐心十足 善于多拍残斗 短板在于后场进攻偏软 进攻上给对手的压力不够 面对对手强攻时 又经常跟不住 尤其是推球的环节 面对安赛龙这种 具有身高优势的球员 频频被抓 好了 最后在一个精彩的多拍对抗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 请记住这个小伙的名字 昆拉伍特 微提善 未来可期 上一期获奖的球迷 请看屏幕下方 本期我们继续送出五个VIP 感谢球员们支持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大家对这位太过天才少年的印象